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這一集同大家提一個案件, 一個男人家竟然走了一個彩花大道進去,即所謂的彩花賊, 這個男人在慌亂之中為了自保,竟然將賊斬成殘廢,事後這個彩花大道竟然以故意傷人罪起訴這個男人。 最後結局是怎樣呢?我們一齊看看。 這個案件發生在雲南,在2020年6月19日領身私訓,居民趙玉芝在家裏跟老公睡覺突然間窗外閃過一束電筒的缸。 這個缸是引起了趙玉芝的高度警覺,因為他們家裏是一棟兩層的屋來的,是屬於單棟的屋, 而且前後是什麼都沒有的,平時晚上根本就很少人會經過面對這個這麼反腸的情況。 趙玉芝集中精神看下什麼事,很快他聽到樓下傳來一個開門聲, 這個時候趙玉芝醒了,他心想不是吧,家裏有賊, 於是他立刻叫醒老公,然後在他耳邊說了整件事是怎樣。 趙玉芝的老公叫余明剛,他知道家裏有賊之後, 首先他在床上大喊一聲,希望這樣去嚇走賊, 正當余光明喝了一聲之後門外傳來一連串的聲音, 好明顯是有人跑動,這個情況令到兩夫妻徹底嚇傷, 因為門外這個聲音,賊應該不止一個,過了一陣, 兩夫妻見到沒有聲音,於是一個人拿電筒,一個人拿刀, 走出房看下什麼情況。 余明剛家裏有上下兩層,一共六間房, 兩個人提心吊膽逐間逐間去做檢查。 將六間房開完之後,都沒有發現有可疑的人,令到他兩夫妻覺得好奇怪, 剛才明明我們兩個都聽到聲音,為什麼找不到人呢? 想來想去,兩個人就想起一個之前忽略的地方, 就是他們的女兒的床下底。 余明剛雖然家裏好多房,但是就只有兩間屋有床, 分別就是他們兩夫妻的睡房,還有他們的女兒那間房, 因為女兒平時在外地工作,所以平時這間房是沒有人住的, 雖然兩個人剛剛都有檢查過這間房,但是就沒有去看床下底, 所以兩個人就懷疑會不會這個賊就躲在女兒的床下底, 為了引證這個想法,兩個人一個拿電筒,一個拿著刀, 回到女兒的房間,當這兩個人把電筒射向女兒床下底之後發現, 真是躲在一個人,這個時候雙方都嚇到余明剛, 即時拿著把刀揮動了幾下,就打算用來嚇一下床下的賊, 而這個賊也是老老實實趴在床下底,沒有輕舉妄動的, 因為對方有刀,但是余明剛跟著下來的這個舉動是徹底嚇到這個賊, 余明剛對著老婆在喊,說個賊在床下底即刻跟我打一一零, 這個賊聽到這句說話之後徹底是放了,直接在床下走出來, 站在門口余明剛嚇了一下,因為這個賊衝出來的姿勢, 好像是要發動一個摔角的招式,這個摔角的招式就叫飛沖堅, 將他本身抱著,撲落地下,擔心受到傷害的余明剛直接把手上面的刀揮向這個賊, 由於當時余明剛其實都好驚,他亂刀之下根本不知道自己向著他斬了幾多刀, 只記得這個賊斬完之後頭上面出血,余明剛停止揮刀之後, 這個賊立即刻衝出門口,試圖跨過二樓的圍欄, 跳樓走,余明剛見到這個情況驚,他心想, 嘩你都瘋的喲,這麼高跳下去,走得了,都一身傷了, 於是他立即拉住這個賊,給了毛巾給他止血, 同時亦都叫自己老婆出門口喊警察,好快啦警察來到, 這一個賊的神志開始變得不清醒, 然後將這個賊送去醫院搶救之後, 警方看一看現場,就對他問了一問到底發生什麼事呀? 余明剛就說這個賊夜晚走進來,不知他想怎樣, 經過警方調查發現余明剛家是沒有不見到任何的財物, 所以一定要查清這個賊的身份和他入到余明剛家的目的, 這一個會成為破案關鍵。 經過調查,這個男人姓何,事發的時候二十一歲, 亦都是當地人來的,平時右手好行,不無正業, 亦都無正經的工作,每日吃喝玩樂。 何某受傷的部位就是頭部和左手手爭雖然經過醫院急救, 他脫離生命危險,但事後經過傷殘鑑定, 他重傷二級,好返之後警方對他進行詢問, 根據他的講法就說事發當日,他和朋友喝酒喝到好夜, 在酒桌上幾個朋友不斷跟他說做彩花賊,幾爽幾爽,幾有成就感。 我講到他心養難耐,酒局散場之後,他一個人獨自回家, 他去到余明江家,發現二樓擺著幾盆藍花,於是動了歪腦筋, 想體驗一下做彩花賊的感覺,無想到這些花不是你想彩就彩, 他爬到二樓,聽到睡房有人大喊一聲,何某被這聲嚇了一嚇, 嚇到整個人縮了,此時此刻他已經無想做彩花賊的想法, 他是想在二樓跳下去走,但擔心跳下去之後走不到, 於是他想到了,去床下底,躲起來,試機行動, 但猜不到走不到,頭還捱了三刀,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雖然何某沒有偷走到任何東西, 但他的行為和動機完全構成入屋盜竊, 警方將這個案件的資料交給檢察院, 由檢察院去調查起訴,但在檢察院調查期間, 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何某竟然調轉窗頭, 根據法律規定,在檢察院審查期間, 檢察官是需要對犯罪嫌疑人進行一個詢問審問的, 而何某面對檢察官的詢問的時候,突然之間改口, 說自己根本就不是小偷,自己完全是遇人不熟, 還說自己案發那天的凌晨,之所以會去這家人家, 因為他和這兩夫婦認識的, 他接到這兩夫婦的邀約之後才去他家, 雖然他的口供突然之間改變了, 是為這單案件帶來了一些阻滯, 但他的證供你覺得公安會不會信他? 警方經過走訪調查很快就拆穿了一句謊話, 警方認為他這樣說是有人教他的。 去到2021年12月1號, 法院就以盜竊未遂罪, 判了何某,區役3個月,罰金1000元。 對於何某來說,這個講得上是罪有應得。 這單案之所以會發生爭議, 就是因為對余明光的判罰。 案發之後沒多久,警方又找到余明光了, 警方認為余明光用刀去斬何某行為屬於故意傷害罪, 所以應該遭受法律懲罰。 余明光聽到這一個消息整個人呆了, 你玩些什麼呀? 明明是他過來偷我的東西, 他入屋喔,好危險的喔, 為什麼我還要判得比小偷更重呢? 不合數喔。 余明光覺得自己沒有任何責任, 就算他來到我那裏, 他偷東西來搶東西, 如果他來殺人那怎麼辦? 我不知道的喔,害怕的喔, 最後我斬你,我又不是故意的, 如果我故意斬你, 應該負的責任我就會負。 這一個就是余明光當時的一個講法和想法, 因為他認為你躲在自己床下底, 被人發現了之後, 你又不說什麼事, 不表明來意這一個情況, 換轉任何一個人, 其實都會害怕的。 他這個時候, 他覺得法律很荒謬, 竟然不是幫他們的喔, 難道要站在座椅倒閉被人斬死才安樂? 另外他自己也警告過何某, 叫他不要在床下出來, 那如果他不出來的話, 自己怎會斬到他呀? 余明光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屬於正當防衛, 是屬於保護自己的。 警方之所以認為余明光是屬於故意傷害, 主要就是因為余明光用過一把刀, 不是家裏的菜刀或水果刀, 是一把七十厘米的大鑑刀, 正常人家裏怎會拿著這把這樣的刀呀? 余明光就說這把刀幾年前去探過女兒的時候, 在個雜史上買的, 帶回家一直放在床邊, 但警方就認為, 你捉一個賊, 無必要拿一把這麼厲害的刀, 是嗎? 過無幾來, 警方就將余明光涉嫌故意傷害的這單案件送到檢察院, 檢察院面對這一個所謂正當防禦的案件好頭痛, 因為檢察院屬於最後的一個環節, 不能夠疏忽冤枉好人或放過壞人。 經過檢察院對案情的深入研究之後, 他認為, 何某由床下底爬出來的目的, 是想走, 不是傷人。 而且何某當時是沒有拿出任何空氣, 身上都沒有攜帶空氣, 余明光拿著這麼大把刀居高臨下面對在床下爬出來的何某, 他是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兩夫妻可以逃離現場, 選擇報警。 但是余明光斬了他三刀, 覺得有點過分, 完全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是屬於防衛過檔。 不過根據刑法第二十條, 防衛過檔是可以免除刑事處罰。 這宗案裏面, 他拿著那把刀是七十厘米的大斬刀, 對何某斬三刀屬於防衛過檔。 而事後余明光是對何某有一個積極的救治, 和主動報案屬於自首情節, 所以免除刑事處罰。 2022年,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書, 對余明光不作任何起訴。 雖然他是免除刑事處罰, 但是民事又不是, 面對余明光發起民事訴訟的, 就是給他斬的何某這個彩花賊。 他要求余明光賠償醫藥費, 還有伙食費九萬多元, 還有要求他賠償十萬元的精神損失費。 嘩,你進去人家屋,想做彩花賊, 那跟著還要人賠錢給你。 在大陸雲南這地方二十萬很多, 大學生畢業出來, 其實都是兩千元左右一個月, 是女大學生。 之前有朋友那裏開公司, 我見他請大學生給他三千元, 人家已經開心到瘋了。 而何某這個行為, 令到余明光夫婦好生氣, 他心想, 嘩,你這傢伙完全不要面子。 你想將我兩夫妻當水魚, 你不闖入我家? 怎會發生這樣的事? 最令余明光夫婦生氣的是, 事後余明光是為何某主動支付了 兩萬五元的醫藥費, 事後醫好了他, 他竟然這樣反轉豬肚, 這一個這樣的行為, 直頭是養狼狗咬心口。 余明光當時講到, 小偷也好, 強盜也好, 我們斬傷了人的, 給回些醫藥費, 他們覺得是好正常的。 而為了大事化小, 余明光是故意去到何某家, 希望用十萬元私了, 但想不到何某不同意, 還說自己打官司不是為錢, 是為了貫徹心裏的正義。 嘩, 你這些人就是恐怖的, 明明是自己錯的, 亦都要講到對很多這些人。 他們覺得自己受了委屈, 或者人家對他怎樣怎樣, 就覺得全世界都欠他。 余明光是被他搞到啞口無言, 喂,你賊來的喔, 我和我講正義, 去到二零二年的七月七號, 經過審判, 法院就對這單案件做出判決, 本來這一個何某是叫做兇有成竹, 因為刑事的部分判了出來。 今次的判決結果又是怎樣呢? 咦,法官認為原告何某有錯在先, 是他進去人家家搞事先的, 才導致後來侵權的事實發生。 只不過余明光的防衛行為 超出了必要限度, 所以余明光只需要承擔 超出必要限度那部分的侵權責任。 最終,法院判決余明光需要承擔二十%責任, 賠上何某萬八元, 由於之前已經給了兩萬五元的醫藥費, 原告何某應該要還7000元給人, 今次講得上是偷雞不成舍渣米, 人家都上門跟你講私了, 大家解決件事給10萬元你, 結果現在還還7000元給人, 貪心不足成事有餘。 這一個判決結果是激到何某差少少當場嘔血, 更慘過斬刀三刀, 搞那麼多事,還要給7000元人, 7000元對於沒有正當職業的何某來講 不是一個細數字, 不過對於這7000元, 余明光沒打算問何某拿回, 他又想盡快結束這場紛爭, 事後他兩夫妻搬走了, 對於這段回憶他們不想再提起, 因為實在太煩, 是不是很荒謬的一件事呢? 其實在大陸有很多屋都好大的, 在鄉下地方一凍過的, 大部份人, 其實屋企也都會擺一些武器, 或者是擺一些棍, 刀刀刀刀在自己床頭的, 我是有見過的, 而且他們聽到有聲音之後, 是會拿著武器去檢查間屋, 是不是有賊入了來的, 所以在屋企有把刀在裏, 我覺得很正常咯, 就算我們自己駕車回大陸, 或者去大陸玩的話, 總之自己車肯定有個棍在裏, 就算我不擺棍, 我擺一枝很長的電筒在裏, 鐵的電筒, 就用來做棍的了, 其實講到尾都是保護自己咯, 大家都知幾那麼恐怖的啦, 即是不要過分相信人性咯, 好似這個情況咯, 如果入到來的, 不是這個那麼無用的何某, 而是入了個殺手咯, 如果他是有武器咯, 你急起上來, 你個人思考不到那麼多東西咯, 就算你拿著把刀, 人家可能下連環殺手咯怎麼辦, 當然是保了自己咯, 好了,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咯,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咯, 我們下集再見咯, 拜拜!